我們就看到近期呢 才剛發表的新一代的 Budget 3008 他率先登場的是純電的版本 外觀真的超吸睛 對 我常常在講 那個法國人的靈魂 可能是源自於外型 你看他們設計的車子 他們設計的精品 就是這麼的讓人獨屬 那就是經驗 挺能優勝 就是獨屬一格 而且你會細細的看 哇塞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特別 那我首先看到這個新世代的3008 他是純電的版本 我可以看到他外型設計 顛覆了你以往 對3008的這個印象 車頭一樣有這個 所謂的屍面獠牙 但是他獠牙 有一點408的感覺 對 有一點408的感覺 然後他這個屍面獠牙變三島 就變成屍爪了 然後再來他點正式的 這個水箱護罩一樣 就是有點家族式的風味 可是我從側面看去 他已經變成一個 就有點像Faceback 這樣子一個鞋背式的一個設計 而且他的整個尾燈 有個貫穿式的一個設計之外 他旁邊一樣有他的屍爪 對 立體式的屍爪 那我覺得更棒的是他這個輪圈 他這個輪圈真的是無可取代 你說不出來他是什麼形象 可是你就覺得他很特別 而且你把它換掉就是很浪費 對 因為你買不到 市面上沒有這種輪圈 然後最近我看到他的內裝呢 內裝他整個架構也是一個新世代的印象 而且他是符合 Pershow現在以及未來 這樣子的iClack 這樣子一個形象 那小盤進的方向盤之外 這一個螢幕二十一吋的規格 二十一吋 對 二十一吋曲面 而且是曲面 但他跟BMW的兩個螢幕連在一起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但是他整合性很好之外 左邊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數位儀表板 右邊當然是整合所有車載螢幕 但是下方跟我像408看到一樣 他有一個小小的這個顯示幕 你可以自訂選項嘛 對 它是一個數位的 對 對 一個液晶的一個操控 好漂亮喔 然後他把他的整個 現傳式的排檔的撥桿 整合在他的中控台這邊 所以整個看起來更簡潔之外 這一塊中船的部分 也看起來更有機艙式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中船裡面有什麼 他如果排檔桿是在這邊 我現在仔細看 他這邊可能好像有個紅色的按鈕 啟動鈕嗎 啟動鈕在這邊喔 所以他是紅色的按鈕 應該所謂的三角警示燈的按鈕 OK 加上一些快捷線 除了有速度的快捷 對 然後他也有一些快捷線 會列在這邊 手刷車在這邊 對 OK 所以加上他整個燈光的效果 你看他這邊有一排這個 有燈光的展演 看起來就是很未來 現在車內沒氛圍燈 好像賣不了了 是不是 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現在用的是 這個他的動力的架構是如何 根據他原廠公布的一個數據 他有單馬達跟雙馬達的車型 單馬達的最大馬力210匹 那如果是雙馬達是320匹 同樣都是用七十三度電的 這個電池架構之下 他的續航力可以達到525公里 其實已經相當不錯了 那另外他還有長里程的版本 長里程的話 單馬達架構230匹馬力 最大續航力可以達到七百公里 七百 所以我可以看到 就他已經把他的這個中型 跨界鮮北的續航力 可以做到這麼長 那所以就是說 未來他除了有電動化之外 他也會有所謂的hybrid 跟p-half的選項 純電也會 純油的平台的也會有嗎 純油我覺得他會慢慢的退出 因為他們未來也會慢慢 朝向電池電池化的趨勢 一定要有一些電 對 一定要加入電的元素在裡面 那所以我們都可以期待 未來勢必他也會引進到國內 只不過像台灣總帶也還在評估中 所以時程目前還不確定 了解 好 謝謝浩生 觀眾朋友看到這個 是不是不就的3008 真的好漂亮 新世代 尤其是純電這個平台裡面 不只有很高的續航力 更重要的是他那個鞋背的造型 真的超級吸睛的 但我們講到純電擁有鞋背造型的 這種車款的話 馬上就會想到的是什麼 Volvo的C40的recharge 在台灣其實它的銷售成績 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台灣有一個選擇 就是單馬達的這種形式 現在要變成後續之外 它的續航力產既然變高了 怎麼會這樣呢 其實最近我們國內的國際福報 其實他們有發了新聞 正式通知我們媒體 就是在剛剛像冠儀講的 他不論是在電話車款 但他們現在我們台灣導入是AC40 然後是屬於這種小休旅 SUV的車型 然後後來他又追加了 譬如說他有原本的Twin Motor 後來又出了一個比較低價 有點像我們剛剛在講 在很期待IX1這樣的一個策略 他出了一個單馬達前驅版 然後接著也有這種 COOB車型的C40的recharge 蠻豐富的選擇 但基本上如果你2023年 是就是之前的這個舊年式 23年式 就像我剛剛講有AC40跟C40 但是你基本上只有SUV車型 它有所謂的Single Motor跟Twin Motor 如果你要比較帥的跑旅C40 它就是給你比較猛的動力的Twin Motor 但現在24年不一樣 它滿足不同的需求 我們國人的這樣的一個喜好 它就是在雙車型都各有 所謂Single Motor跟Twin Motor 那剛剛關於講的就是 它這個Single Motor很特別 以往Vovo印象中 他們都前驅車為主 沒錯 搭配當然有四驅 但現在到了電就不一樣 馬達你有更大的一個前後軸的 擺放的這樣一個調整的空間 所以現在24年式的Single Motor 不論是C40 C40 都從前驅改後驅了 那他們原廠工程師說 這樣有幾個用意 當然我們知道前驅車有前驅車的宿命 因為電動車動輒的馬扭力都很大 其實是單馬達也有200多匹 那Twin Motor都400多匹 那以200多匹來我們過去都試過 這個車其實Vovo電動車 開起來就很像鋼炮 很衝的加速 你如果是前驅 其實會有一些扭力轉向在入彎前 所以他們就考量到 把它放到後馬達這樣的一個輸出 有更好的前後軸的5050的車身配重 然後等等的 然後這一次的進化 除了剛剛講前驅變後驅 在Single Motor之外 其實不論是單雙馬達車型 他們都強調在電池電機電控各個部分 其實這個新年是動的都蠻大 像是電池當然要進化 就是讓它的容量更大 單馬達不變還是69度 但Twin Motor從原本的78度 現在都加大到了82度 所以讓它的續航里程 其實不論是Single Motor 藉由我們剛剛講的一些電池的升級之外 其實在電控他們也說用了更新的半導體電 讓它在電能的轉換上有更好的效率 所以如果要講續航里程 我們國人買的電池很重視的來說 其實它增加非常多 我們就舉這個C40來說好了 單馬達它的這個續航就高達602公里 那如果是Twin Motor的話 原本是514 現在新年式的電控調整之後來到668公里 所以一多就是多了150公里左右的一個續航 在Twin Motor的部分 那我們講完了電池以及電控 還有電機的部分 那在馬達配置他們也有一些調整進化 比如說原本的Single Motor 我們剛剛講從前面放到後軸了 它還是用這種泳池同步馬達比較常見 但Twin Motor他們有一些調整 後面還是維持泳池同步 那前面就是非同步的馬達 又做了一些不同的動能的調整 讓它在這個動力的輸出上 其實以這個單馬達來說 新年是來到238匹 那如果Twin Motor車型來到408匹 那最後買電動車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充電的效率 我們剛剛講電池 電機 電控全部的進化 充電效率它也透過增加它的這個電流 譬如說從原本的400安培提高到500安培 那如果以Twin Motor你用這個直流電 原本對應是150千瓦 現在拉到200千瓦 所以它的10到80% 從原本舊年式的37分鐘進步到28分鐘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24年式的Volvo 可以說是在XC41 可以說是大有來頭 就像剛剛講全面的進化 我們可以觀察接下來這三五個月的 電動車銷售百行 我相信在他們家應該會有所掌握 對 論規格來說的話 它的確是有很大的一個提升 但是如果你喜歡電動車 而且也一定要修旅車的話 我們來看看這個非常帥的跑旅的純電動版本 就是福特的電動野馬 在台灣已經展開這個預售 然後預售成績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我們在國外聽到說 有拉力的特試版 對 其實現在台灣還沒開始正式交車 但是看起來好像也蠻受到消費者的關注 據說這個今年的配合大概已經被訂完了 所以說想要買這種獨特的電動車 還是得要手腳快一點 那剛剛冠儀提到的這個所謂拉力版的電動野馬 其實他並不是這個現在才出現的 他其實在今年的時侯這個速度加年華 就是GOOD WOOD的時候就已經有出了這個MASTAB MASTAB MASTAB RALLY的這樣子的一個車型 那當然這一次是真正直接量產 就是說開始正式銷售 那它是以這個MASTAB MAHE的GT頂規車型為基礎 那但是它把整個車側 這些下面的這些飾板都改成防刮材質的 對不對 那當然因為越野 甚至他講的是Rally Sport 跟越野其實不太一樣 不是屬於這種路面的挑戰 就是我不是屬於慢速型的越野 我甚至可以在這種飛鋪裝路面高速的行駛 像跑WC賽事一樣的那個感覺 所以他其實在做了一些賽車的這個圖騰 包含在引擎蓋以及後箱蓋的部分 甚至也裝上了這個很像Focus RS的這種 大型的擾流尾翼 另外他前面那個水箱護照不是封閉式嗎 他還加了LED照明 算是真的像這種Rally賽事的這個車子一樣 另外整個輪子換上的是這個19寸的這種經典拉力框 配上米其林的這個全地形胎 真的全地形胎 讓你可以跑石頭路 柏油路跟殺死路 很厲害 然後他的整個懸吊的部分也加高了20mm 讓他對於對應這種所謂的爛路會有更好的一個通過性 其實這部分蠻有趣的 因為電動車來講 他的扭力輸出更加的龐大 而且在電控馬達 他的反應速度可以更快 其實是相對更適合所謂的這種越野的這種使用的一個情境 或者是Rally的一個使用情境 不過最重要還是在於說 未來這樣子的一個電動車 是不是能夠滿足消費者的一個這個期待 我提到消費者期待 我們知道野馬本身是一個這種肌肉車的代表 而且在美國市場上面 算是一個美國的這個美國精神 精神指標的商品 但是轉換為電動車商品之後 卻變成了一部從這種GT跑車 肌肉車變成了一部休旅車 很多人認為他是屬於這個離經叛道 現在還竟然推出這個越野版本的車型 真的是有人說把阿公都從粉裡面砌出來了 出來要罵孫子怎麼可以這樣子 把自己的這個血緣傳統改變成這樣子 不過我們縱觀歷史你看看 很多這種時尚潮流的藝人 或者是這個潮流領先者 其實當年都是已經判到出來的 對不對 對 真的是要大破大力 才會有一個新的格局 對於開電動車的車主 有一些人在入手之前會想說 電動車放在家裡充電 我覺得會非常非常的耗電 就有這個調查告訴大家 其實事實上不是這個樣子的 羅哥事實是什麼 對 2020 美國的這個 能源資訊管理局 他就有報告家戶用電的電量排名 他發現就一整年度 其實真正花很多很多電的 最多是冷氣跟暖氣 整的冷氣好好電 其實也是 還有廚師機也超耗電 對 因為你幾乎就是24小時都一直在開著 所以說 但是這個是2020年 那我不知道它是對於全體的總平均 還是說針對有用電動車的家庭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比較好 比較對 就是如果你有開電動車 我們來調查一下你的全天 全這個全年度總共多少電 用電的 這樣合理 那但是這個 其實這個可以說是做個參考 因為你譬如說冷氣暖氣水加熱這些 都大概都是2775度 都是2700度 這幾乎一樣的數字的度電 2000多度電 也就是說你大概你除以365 每一天大概7度電的耗電量 其實也算差不多 也算是合理 那你就是多了電動車的充電 它是2363度電 好像也沒有太省 也是2000多對不對 所以你說這個是真的是有差多少 而且是2020年的報告好不好 搞不好以後電動車的用戶 更多的時候 更全面的時候 因為你用這個這樣子 而且當時應該都是特斯拉Model 3 對不對 那以Model 3大概一度電 大概號稱跑6.7公里 其實我是覺得平均 其實跟一般來講沒有那麼高 你這樣除一下的話 就是它一年大概跑了 一萬五千多公里 也合理 對吧 但是沒有